国产文旦幼8月下旬将进入盛产季节 文旦幼一般都在节气百路前后成熟 因此每年百路节前是文旦的采收最佳时刻 不过台东东和乡农会指出 今年百路节气距离中秋节只有三天 担心压缩销售时程 因为我们东和乡的话文旦幼都是比较慢 那百路时间刚好跟中秋节非常的近 我们也是还蛮担心 就是说怕销售会没有这么预期的好 华联瑞税因气候影响部分产区减产 从往年四千万台金降到三千八百万左右 加上今年又碰到中国大陆禁止输入我国农产品 而少了销售对象 对此瑞税农会将透过加工方式 包括精油榨取 果皮肉分离 提升产值 预计有四百公吨将转为加工品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加工的部分 把我们族人的这个文旦幼能够再做一次的一个提升 那提高我们整个文旦一个附加价值 所以我们把这一些转为国内的行销 国内行销我们以两千五百公吨为目标 另外加工的部分我们去年做了一千公吨 那今年要再增加一百五十公吨 除了更农会尽全力协助农友行销外 农粮署也没和国内十大文旦幼产区 与便利商店合作开拓多元管道 让消费者能够更便捷地买到农产品 同时今年将有六千公吨稳担忧 外销加拿大 日本等国稳定农民收益 原始新闻虎顺把渡新北板桥采访报道